武松 武松置办了一桌上等酒席,给他的大哥武大郎祭典。 酒席摆在了灵牌前面,武松坐在这里瞅着武大的这个灵牌,武松心里边在想啊,大哥,你究竟是怎么死的呢? 武松想,是不是就像我嫂子说的那样,得了暴病突然身忙啊? 武松知道自己的大哥,别看说身材长得矮小,但是非常健康,整天就挑着这个吹冰担子走大街串小巷,可是什么病没得过? 怎么童年一得病就死了呢? 武松想,我这个嫂子长得如此貌美,她又想起来年前他们叔嫂二人那段不愉快的事情。 武松想,我这个嫂子虽然貌美,但是却有些轻跳。 这是一个惹是生非的嫂子,而我大哥呢,又是忠厚老实逆来顺受这么一个姓狗。 大哥生前经常说过这样一句话,武大说我就像你干水缸一样,不管什么样的东西脏得净得我全成的。 武大郎这辈子啊,果然就是这样过来的。 武松想这里边会不会在我离家这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头,家里边出了意外之事,我大哥受了委屈,蒙得冤枉了呢? 哎呀,大哥呀,你如果有灵有盛的话,能不能跟弟弟我说说呀? 要是这样的话,兄弟我不能为大哥报仇,我就不配做您的兄弟呀。 武松想到这里,这眼泪又上来了。 武松说大哥,您这一辈子没吃过上等的酒席,兄弟来晚了,今天准备了一桌上等酒席,如果阴魂有灵,大哥,您就来吃点来喝点吧。 武松越想越难过,他站起身来,就在这个蒲坛这儿铺铜一跪,扯着嗓子就哭起来了。 大哥,苦命的大哥呀! 武松这一哭啊,武松那嗓门大,穿透力非常强,周围这些四邻的都听着,有的要睡,有的还没睡。 一听武松这一哭,大回一机灵,哎哟,这谁呀,谁呀,武二回来了,武大郎死了,武二到家能不哭吗? 人家弟兄两个可不像一般的弟兄啊,人家是情同手足啊,情有可原,肯定这武二今天晚上给他大哥守灵。 啊,是啊是啊。 武松在这扯着嗓子哭,哭完了一阵之后,这潘金连在旁边就劝慰武松。 十六尤打内里屋出来也劝武松,武松哭完了站起来,沾沾眼泪。 他看了看潘金连,嫂嫂,行,我哭完了就不哭了,嫂嫂,您上楼休息去吧,恐怕我大哥死后,这些日子啊,您身体非常劳累了。 今天晚上,有我给我大哥守灵,您就什么事不用管了。 潘金连一听,好吧,叔叔,你也要多保重了。 潘金连一转身,上了楼了,武松呢,就在武大郎的灵前这坐着。 十六尤,在那屋倚着门框瞅着武松,武松啊,您不睡啊。 十六尤,你先到床上睡吧,我睡不着,我在这儿再坐一会儿。 哎,这十六尤上在床上坐着去,武松在这儿坐着坐着,觉得六身屋主,心里边非常乱。 他站起身来,他就瞅了瞅,外间这个堂屋。 此时刻的武松,看见这屋子里边的一桌一椅,任何一个物件都引起他对武大的怀念了。 这个小板道,大哥曾经坐过,这个椅子啊,我哥哥生前也曾经坐过。 他看着看着,就走到厨房里来了。 来到厨房里边,他一眼就看见,放在旁边墙根这个位置的那个吹冰担子。 巴扇龙扇,一条扁的在上面横担着。 武松来到这个吹冰担子跟前,用手抚摸着这根扁的。 这是一条桑木扁的。 这扁担当件,让武大那个肩膀磨的,颜色都已经发浅了。 武松瞅着这副吹冰挑子。 武松在想,大哥呀,就是这副挑子,压在了你的肩上。 我武松自幼父母双王,是大哥您过早的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。 家庭的生活负担都压在你的身上。 我武松没有奶吃,是大哥你把我就放在前面那个笼扇里头, 让我吃百家奶,把我拉着长大成人。 大哥挑着这副担子,早出晚归。 不管是刮风下雨,下包子下雪,从来没见大哥休息过。 你就是这么一天到晚的劳作。 这副担子挑出了如今这么一点家业, 把我武松给挑得长大成人了。 可是大哥,您现在劳累过度了。 四十多岁的人,好像五十岁的人,又偏偏得了暴病而死去。 你是一天府都没有想着啊。 武松一边拂摸着这个扁担,一边想自己的大哥。 他仿佛看见大哥挑着这个吹饼挑子,走在阳谷县的大街上。 在这儿,武松一时间又抑制不住自己感情的闸门。 他一转身心,又来到了这供桌前面,扑通跪倒。 大哥,大哥,你死的好苦啊。 大哥,兄弟我对不住你。 刚才开始哭的时候啊,那是定更天后。 武松这第二份哭就二更天了。 邻居们周围都睡着了。 武松这一嗓子的邻居们噗愣又都醒了。 哎,我说,这怎么回事? 这是什么东西? 吴儿,哭他哥呢? 他怎么又哭起来了? 哎呀,人家兄弟俩感情深呐。 人家他哥死了,他能不哭吗? 这哭啊,也清有可原。 也在势力之中的,这也没什么责怪的。 快睡觉吧,睡觉吧。 他哭一阵就完了,这邻居们又躺下了。 武松这第二步哭完了之后, 沾了沾眼泪,十六又起来了, 来到外仙屋。 吴儿爷,您别这么老哭吧。 您老这么哭,把身子哭坏了的话, 就是死去的武大爷,他心里也不安呐。 二更多天了,是不是? 你也休息休息。 好,我休息。 武松外部跟着十六就进了原先他曾经住过的 这间屋。 进来之后,十六说, 吴儿爷,您是在里边睡,在外边睡? 武松说,你靠里边,我在外边。 好,这十六顺着里边躺下了。 武松呢,在外边搭着窗边,身子一躺, 他也倒在这儿。 十六躺下之后,不大伙的功夫可就睡着了。 武松在外边倒在这儿,开始还在想大哥, 心里想大哥呀,我回来了,你能不能给我托个梦啊? 咱们哥俩见一面,你死之前我都没看着你呀。 他就想着这个,迷迷蒙蒙的他睡着了。 就在武松似睡非睡之际,武松就觉着就像往常一样, 天好像是亮着,外间屋里门一响。 武松夭打床上坐起来,探身形望外边一看, 他大哥回来,就像每天卖完的吹饼那个样子, 晃晃当当的把这副吹饼弹子挑进来,先把吹饼弹子放到厨房里边。 然后一转身,就看武大公过来了。 一进武松这屋,看见武松,哎哟,兄弟,你回来了,可把我想坏了,你怎么才回来呀? 武松一看见自个儿大哥,大哥,是啊,我回来晚了,大哥,你不是死了吗? 是啊,我死了,我死得好冤屈啊,兄弟,你给我报仇学恨呐,我冤枉啊。 是吗?大哥,你跟我说,是谁把您给害的,我一定给您报仇学恨。 哎,兄弟,这话一言难尽呐。 武松说,大哥,你怎么不跟我说呀?我老实的大哥。 武松猛气一进身,啪,他一把把我的狼响抱在怀里。 就这一抱的功夫,突然间发现,这屋子里边什么都没有了。 也就在这一瞬间,武松突然惊醒。 好,他睁眼一看,自己差点没在床上掉下来,他翻身坐起来, 听远处跟邦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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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恰直三更。 武松心想,这个梦做得好奇怪。 也许做梦心头想,我思念我的大哥,梦见我大哥回来了。 可是我大哥说的这几句话,我听得是那么清楚,记得是那么扎实。 他让我给他报仇,他觉得是寒冤而死。 武松站起来,游打这个烟雾出来,就来到武大的灵牌前面。 大哥,看来您是有灵验的。 今天给我托了个梦,分明就是告诉我您是被去寒冤而死。 大哥,你放心,兄弟我一定要给你报仇。 大哥,阴曹地府,你保佑了兄弟,让我能够找到您的仇人。 大哥,你好委屈啊! 苦命的大哥呀! 他又跪下了。 周围这邻居啊,刚睡着,扑棱又都起来了。 哎,我说,今晚他是分几半哭,知道不? 他今天晚上,哎呀,我听说呀,这哭啊,讲究哭五更。 现在几更了?现在三更了,三更,那还有两分。 再过两分之后,大哥他就睡了。 再过两分,那不就天亮了吗? 那可不白得哭一宿啊。 兄弟给他亲哥哥守灵啊。 哎呀,行啊! 情有可原,行,咱们得倒着吧,先不睡。 等他到了四更天后,再哭那一半吧。 大家伙都道歉。 武松呢,哭完了这一阵之后,又站起身来。 这一哭,十六流到里边也出来了。 我说呀,您别哭了。 怎么还哭? 刚才不说好了,不哭了吗? 武松说好,不哭了。 睡觉。 武松又来到李建屋里边,这回倒到床上。 武松主意已定了。 武松心想,我大哥有冤屈。 我得怎么办? 从哪儿作为突破口? 武松想,我大哥火化之后, 验过他的尸的人就是团头喝酒书。 明天呢,我想办法找喝酒书,先打听打听。 他验看我大哥尸体的时候,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。 想好了,随意了。 武松放了心,倒在床上。 他实实乎乎的睡着了。 一觉睡到五更天明。 武松睡到五更天明起来之后, 素了口,敬了面。 潘金莲,游打楼上下来。 要给武松做早饭。 武松说,早早,不用给我做早饭。 我一会儿就出去。 我上外边,任何一个地方吃点就行了。 中午呢,不见得回来。 晚上,我可能回来。 您就在家里边,好好的关照这个家吧。 话刚说到这儿, 这边的王婆子进来。 王婆子一进门就数着, 哎呦! 哎呦,我说五二爷呀, 昨天晚上您这哭的可真好啊。 我知道你们哥两个感情深啊, 所以你哭的也特别的真真切切, 悲悲痛痛啊。 不过你这个哭法, 咱不知道你怎么哭啊。 你哭了三次, 我以为你哭五更的。 后边我就不睡觉, 我等着那两半, 结果后两半你不哭了。 我替你打了半夜的更。 哎呦,五二爷可真有您的。 王干娘,打扰您睡觉了。 对不起您了。 实在是武松对我的哥哥, 那是视如兄长, 又视如父亲一样啊。 哥哥死去, 我心里边男人悲痛。 嗨嗨, 我这跟你说个笑话啊。 五二爷呀, 你这么哭啊, 咱们邻里谁也不能说什么, 只能说明你们哥两个感情深啊。 啊,好吧。 嫂嫂, 那我就走了。 你在家里边多多保重。 说到这里, 武松这两个眼睛, 叮叮的瞅着潘金莲他说了一句话。 嫂嫂, 昨天晚上, 我哥哥还给我托了一个梦。 啊? 潘金莲听到这里, 当时就一愣, 他看了一眼武松, 你哥哥给你托了个梦? 托了个什么梦? 我就觉得我哥哥从外边挑着吹冰担子就回来了。 他见了我之后, 抱就抱住了。 我哥哥痛哭流涕, 跟我说了好多的话。 武松说到这里, 这两个眼睛的目光, 他狠狠地盯着潘金莲。 你还别说啊, 武松这一招, 真揍点笑。 潘金莲心虚啊, 他一看武松的目光, 盯着他, 说武大跟他说了好多的话。 潘金莲真以为武德郎跟武松说出什么事情来了。 潘金莲问, 他跟你说什么了? 啊? 唉, 醒了之后我都忘了。 潘金莲这心才放下, 潘金莲心想无二呀, 你想的这是炸我。 啊, 你以为这里边有事儿, 幸亏我没说出什么来。 武松那仨仨, 好, 我走了, 石榴, 跟我走。 石榴跟武松两个人出去了。 王婆子在旁边瞅着, 看着潘金莲, 金莲哪, 他跟你说什么了? 潘金莲说没说什么, 这不就刚才说这句话吗? 我可跟你说, 现在他是无凭无正, 你得把腰杆挺起来, 你是当嫂子的, 他要有半句礼板的话, 你就得骂他。 潘金莲说好, 这功夫武松已经来到何九叔的家中, 何九叔正在屋里边骂西文庆呢。 为什么? 何九叔西文庆这小子, 他叫谢莫杀驴, 现在不好理我了。 等武松来了, 我有什么说什么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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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